一架侵航機在屏東仙大鵬灣 墜入湖中 機上兩人被救急時 已經沒有懸命跡象 爭議不斷的慈濟內湖 園區開發案 慈濟下午表示主動撤案 也將公開捐款容器 還有財務收支 空氣品質遭中部台西 麥寮 玻璃跟輪被 細水不為力 達到了主色最高級界 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 屆滿一周年推出紀錄片 許久不見的俄羅斯總統 胡亭出現在紀錄片當中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今天3月16號的 公視晚間新聞 今天傳出一架輕航機 在屏東縣大鵬灣墜入湖中 機上兩人被救起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生命跡象 他們分別是飛行教練 67歲的柯明修 還有33歲的學員楊宗盧 目前這意外的原因 還在調查當中 紅白鄉間的輕航機尾翼 綁在工作船上固定 可是機身在水底下 還沒有打撈上岸 這部輕航機 16號早上10點多 不幸發生意外 在屏東大鵬灣的水面上墜機 造成機上的兩個人死亡 在空中大概我們預測到空中 大概將近停留大概30分鐘左右 落水就棒的一聲很大聲 我們就趕快跑過來看 只剩下機尾在上面而已 新航機上的兩名男子 一位是67歲的教練柯明修 一位是33歲的學員楊宗如 經屏東縣消防局潛水救出送醫後 還是急救無效 教練柯明修是大鵬灣飛行俱樂部教官 身兼中華民國超親飛行發展協會的理事長 更是擁有2萬多小時經驗的華航退休機師 意外消息一傳出來 飛行圈的同好們都很訝異 更想知道原因在哪裡 所以這個飛機我們必須要先把它吊起來 然後做整個結構的檢查 那看看是不是結構出問題 結構問題排除了以後 我們才能夠再往下走 看看是人為操作的 或是什麼其他的因素 根據警方調查 搭乘清航機遊覽大鵬灣一趟10分鐘 收費1500元 這部清航機是10點10分起飛 消防局在10點46分接獲報案 因此清航機因是剛起飛就墜機 至於失事原因是人為導致 還是機械故障 還需要等飛行會全面調查後才能確定 記者李慧與許正俊南部報導 而在今天上午的時候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的台南歸人基地 也傳出有一架正在進行後退飛行訓練的TH67教練直升機 擦撞到了另外一架停放在地面的同款直升機 幸好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陸軍航空特戰指揮部的台南歸人基地 16號早上10點 傳出有一架TH-600教練直升機 在進行基本的後退飛行訓練時 與另外一架停放在停機坪等候檢查的 同款直升機發生擦撞 雖然兩架直升機的尾旋翼有些微的損壞 但所幸兩名正在進行訓練的人員都平安無視 它是後退飛行 所以說它本身它有它的高度大概是三英尺 就是我們大概一個成年男子的腰部的高度而已 它並不是非常高 也沒有離開我們飛行基地的範圍 意外發生時機上兩名人員分別是 擁有飛行時數8693小時的教官魏建華 以及飛行時數只有20小時的學員黃國書 擦撞的這兩架直升機機零都是17年左右 是1998年向美國購買 目前國內一共有30架 擦撞機它都有些的損傷 這地方有些損傷 那我們現在已經透過亞航的契約管理組 來實施專案的維修 那航特部以及本部也編組專案督察人員來實施調查 受到驚嚇的學員已經在第一時間安排心理輔導 至於事故發生的原因 究竟是機械故障還是人為疏失 軍方表示還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記者綜合報導 多年來爭議不斷的慈激內湖原區開發案 今天下午慈激基金會在花蓮 舉行記者會宣布 因為深感不安主動撤案 也強調會進行具體改革 包括了慈激的捐款明細 還有財務收支都會全面公開 內湖原區案爭議十多年極少青上火線的慈激基金會核心幹部 今天卻排排座罕見主動開記者會 不過一出面卻宣布重大消息 強調深感不安 所以宣布內湖原區案即日撤案 在社會還沒有共識之前 慈激內湖原區即日撤案 請聽各方意見 落實內湖原區生態 呼籲與環保教育 慈激內湖原區案 因為台北市長柯文哲質疑在保護區開發 評論奇怪耶 讓支持慈激的試招會法師跳出來回擊痛批 因而延燒更燒出外界質疑 慈激內部營運大有問題 對此慈激強調會虛心接受深切反省 會主動公開捐款財務收據報告 常年反對開發的大湖里長批評 全安已送入台北市都委會進行通盤檢討 撤案權不在慈激 慈激開記者會只是想執寫 而當地李明指出 慈激若要展現誠意 應拆除所有設施 慈激今天的這個聲明 我想應該沒有太大的意義 這次的記者會只是為了要止血 並沒有真誠地反省他所做錯的事情 慈激這一塊都屬於寄存違建 而且在行水區上 本來就不得有任何的建物 所以他是一直違法制建 那之前的市政府一直沒有作為 慈激民國86年 在大湖公園旁保護區構地 一開始規劃蓋醫院 後來變成社會福利專區 面積達4.48公頃 但抗議始終如影隨形 甚至還遭批評是山林筷子手 如今慈激主動撤案 試圖展現公開透明的誠意 平息排山倒海的質疑 記者溫家卡 林金梅 陳柏玉 花蓮台北綜合報導 今天上午還有一個抗議現場 也引發了各界的關注 就是原本要到台北車站 握軌抗議的國道收費員自救會 以及全國官場工人連線 今天沒有在車站出現 反而是到了行政院長毛智國的官邸 陳情 還跟警方僵持了一個多小時 爆發了嚴重的推擠衝突 最後警方強行抬人毛智國 才可以順利出門上班 不過抗議群眾在這個時候 卻集體丟鞋 差一點丟到了毛智國 台灣打仇毛智國 出來面對收費員 坐在電梯口樓梯間 國道收費員及官場工人連線 趁行政院長毛智國上班前 來到官邸抗議 還直接堵在四樓毛智國的家門口 貼海報喊口號 出來面對收費員 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60多位抗議民眾 已經佔據一樓大廳 還沒等到舉牌 警方隨乎以及抗議民眾 就爆發推擠衝突 我們在裡面全部都有女生 可是是三個男警 直接在裡面抽我們的領子 然後把我們拉起來 再這樣摔下去 推擠中有人受傷 席地而坐 僵持將近一個小時 警方開始強力抬人 一個個被抬離 口中還繼續大聲抗議 收費員表示 會有這樣的抗議手段 實在是因為政府的態度 太令人失望 四處的職缺都是一些門市人員 或是一些那個需要大學專科以上的 然後我們大部分一半以上都是高中畢業 警方強力清場後 毛治國總算可以出門上班 但微笑走出家門 又被抗議的民眾丟鞋攻擊 隨後出手阻擋鞋子沒有丟中毛治國 不過警方隨後逮捕了三個人 以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85條移送法辦 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則表示 如果政府再不出面 將會如影隨形抗爭到底 記者林正午郭俊麟 台北報導 好 繼續畫面上出現的這一條呢 被染成紫色的河流 看起來是相當的嚇人 地點呢 位在桃園平鎮區的一處大排水溝 當地有民眾PO出影片呢 指出在昨天下午四點左右 發現自家旁的排水溝 竟然整條變成了紫色 環保局呢 立刻派人沿著水路向上游追查 結果查獲了一家環保公司 調節池跟不明的塑膠管線相連 把紫紅色的廢水排到了水溝裡面 由於違規情節重大 當場被勒令停工 影片中可以看出 整條大排水溝變成驚人的紫色 看起來相當嚇人 疑似受到上游工廠排放 不明染劑導致而成 昨天比較離譜 就是說天氣很好 假日在下午三四點時候開始排放 尤其是它的顏色是這麼樣的顯眼 當地里長表示 平鎮區南平路附近的 龍南幹線溪平鎮之流 常常遭受上游不明原因排放廢水 不只影響環境 下游還有農田 居民希望環保局列入專案處理 到底上游是平鎮工業區的是 哪一家公路廠 還是其他的公路廠排放 導致成這樣的汙染 我們希望能夠找出來這樣 目前我們尋水路往上游積查結果 是有發現一些汙染的激震 那現在在激期的比對查队當中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就短的時間內 把相關的一個汙染的工廠 能夠查獲到案 桃市環保局積查人員 尋水路向上游追查 以鎖定特定對象加強積查 一旦查獲相關污染事證 就會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相關規定告發處分 也希望民眾如果發現不法 盡速通報環保局 記者詹淑雲桃園報導 今天受到來自大陸的沙塵 還有埋害的雙重影響 全台空氣品質都很糟 尤其中部的台西麥寮 普里跟倫貝等四個地區 每立方公尺的細懸浮威力 已經超過了70維克以上 達到了紫色的最高警戒 而高雄市文府國小的空屋旗 從去年底到現在都還沒有降下來過 由於今天空氣品質達到升空屋旗的標準 現在空屋旗小志工要升空屋旗了 高雄市文府國小的操場上 升起了紅色三角空屋旗 而且小朋友幾乎人人都戴上了口罩 因為校園內的細懸浮威力PM2.5 已經超過每立方公尺36維克 而且正面紅色空屋旗 從去年到現在幾乎沒降下來過 例如12月24天上學日 我們升到22天空屋旗 由於受到封面影響 16日一早 台灣中部以北地區的空氣品質就相當差 尤其是台西 麥寮 普里 以及輪背等四個監測站 既懸浮威力濃度都在70維克以上 達到紫色最高等級 而且中部沒下雨 空氣擴散條件不佳 因此空屋問題最為嚴重 而醫師也發現 近來過敏氣喘患者比平常增加大約兩成 還有一名國二男學生 受到空屋影響 氣喘常常發作到無法呼吸 現在被醫師要求暫時不要出門上學 他氣喘發作得很厲害 很厲害 那我們現在幾乎說都用高劑量的類固存 不管吸入的 口服的 再控制 然後技嘉環境要整理好 然後要求他 他現在都沒上學了 不要再上學 醫師表示受到大陸沙塵暴擊 埋害雙重影響下 全台空氣品質都很糟 因此建議民眾出門時 一定要戴上口罩或護目鏡 尤其有過敏體質的患者 一定要加強自我防護 以免氣喘過敏發作 記者綜合報導 春雨不來 國內漢將無解 除了陸續推出了限水措施之外 經濟部也在今天舉辦了記者會 呼籲民眾一起要節約用水 因為民生用水佔全國用水量的六成以上 如果民眾能夠自發性的省水的話 就能夠延緩第三階段的分區供水 近日綿綿細雨 但桃園石門水庫依舊沒進帳 水位不斷下探 蓄水率創情低 只剩23% 苗栗永和山水庫同樣乾枯 蓄水率只有26% 北中南一共9個水庫鬧水荒 經濟部3月13號祭出2.5階限水 工業用水減供5%提升到7.5% 同時夜間減壓 延長2小時 但水情依舊沒改善 經濟部不排除祭出更嚴峻的限水措施 工業用水減供量提高到10% 甚至第三階段提前5月初來實施 以現況的水量來看 加上我們的限水大分比是有它的必要性 所以我們會討論 這個方向目前是沒有改變 因為這幾天的指向報告 水情情況被沒有好轉的跡象 憂心水不夠用 經濟部次長楊維甫帶頭呼籲民眾節約用水 從日常生活中做起 目標是每人省水5% 因為民生用水占全國用水量最大 只要民眾能有效省水 就能大幅改善水情 第三階段限水目前我們還在努力的控制當中 所以今天有特別以記者會的方式來宣導民眾的節約用水 民生用水的部分現在占我們的總用水量大概60% 所以這個部分只要大家能夠做得更好 我們三階段限水就可以不要實施 為了加強生活節水 水利署領定今年修訂自來水法 強制要求全面販售有省水標章器材 如果今年順利修法成功 明年將先從省水馬桶開始實施 另外經濟部也提出開增耗水費 目前仍由行政院審議中最快明年開增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台北報導 去年爆發了黑心油事件 消息會蒐集了760億位消費者的案例 將在下個月中旬正式向法院提起團體訴訟 而被告對象包括了鼎心 強冠正義還有北海等四家的上游油品業者 另外中下游的通路還有餐廳 也有懲罰性跟精神的賠償 估計求償金額將超過新台幣3000萬元 所有流竄全台除了退費之外 黑心業者該怎麼賠償民眾 消息會去年決定提起團體訴訟 四個多月來收到鼎心 正義強冠及北海四家上游業者 一共760億件案例 將要求超過3000萬元的賠償金額 購買的金額不高 但是那精神賠償3萬塊這個部分 是依據法律上面的一個民文規定 所以在整個金額累計起來的話 我們大概看起來大概是3000多萬 消息會表示除了上游的業者 中下游包括網品在內 使用黑心油的餐廳及通路 也都是被告必須負起連帶責任 除了要求懲罰性賠償 也依照修正前的實管法 要求每位消費者3萬元的精神賠償 相較於塑化劑團送 動輒百萬的精神賠償 這回已經務實許多 目前收到的個案來講的話 消費者在說他能夠實際證明說 他的損害到一億或多少錢 不管其實我們沒有看到這方面的證明 所以我們還是依照回歸到法律上來 以那個不能當你沒辦法證明損害的時候 以法律規定的這個額度來做請求 不過消息會認為 從去年9月爆發黑心油事件 蒐集案例到分析 依法提出團送其實是曠日廢時 也凸顯台灣團體訴訟的困境 即使全國受害最後只有700多人向消息會登記提送 但還是應該要還給消費者持來的正義 記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報導 台北市政府召開了第一次食品安全委員會的會議 市長柯文哲擔任召集人 他說這個委員會的設立就是要讓食品安全的問題公開化 而且他也認為食安是人權問題 如果市民沒有辦法辨認什麼食物是可以吃的 要說這個政府有多好沒有人會相信 截二連三的食安問題引發民眾對吃的恐慌 由台北市長柯文哲親自領軍的 北市食品安全委員會16號進行第一次的會議 柯文哲表示委員會的設立 就是要讓食品安全問題可以公開化民文化 而第一次會議中就一口氣討論四個報告事項 包括委員會設置要點 透明化執行進度費食用油回收計畫 營養午餐SOP 我們不希望說台北市訂它單獨的標準 我們也是跟衛福部合作 那在實質上是可以台北先行 但是希望說不是說台北的規定跟全台灣的其他限制不一樣 這也是沒有道理 柯文哲認為食安是人權問題 如果市民連什麼可以吃不可以吃都不知道 要說政府吃多好也沒有人會相信 而食安委員 義美總經理高志明則表示 如果食品要靠檢驗才能吃是很悲哀的事 按照季節然後去買跟吃當令的蔬果 我現在這個基本上是安全的 如果是每一口進入都要靠檢驗 我現在這個也不是我們市政府所應該追求的 至於外界關心的台北市食安自製條例草案條文 柯文哲說市府將在四月召開三次的公聽會 廣泛征詢各界的意見在交由食安委員會 今天檢調到區公所進行搜索還帶回了區長 還有課長等等的關鍵人物進行偵訊 而全案將朝向獨職等罪來偵辦 台北市議員高嘉瑜指出 植樹節當天有三老鼠在內湖的保護鄰區 倒走市價上千萬的檜木 事後市林地檢署貨報 指運送木頭的道路 疑似是內湖區公所挪用公款 違法開闢而成 回疑涉及不法 16號指揮市調處人員 到區公所搜索 帶回區長副區長金建科長等人訓問 高嘉瑜獲悉此事後強調 要求檢調延辦 杜絕不法 這整個事情串起來其實背後的問題非常的大 再加上這個區公所的承辦人員 在事發之後火速的辦理退休 所以我覺得案情絕對不單純 因為檢方當下無法確定 檜木的所有權 檜木還是被運走 被市議員批評是重犯 事後內湖分局長 偵查隊長都自行處分 寄生戒兩次 警方澄清絕無重犯 一切為依法偵辦 如果有不法 我們絕不包庇 那如果查證是這個民眾沒有違法的情形的話 也希望社會大眾還給本分局一個公道 由於本案是柯文哲事補團隊上任以來 爆發的手中弊案 柯文哲強調 檢方事先有告知要調查此案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目前全案朝堵職等罪偵辦 相關事案人在市調處詢問結束後 會一送事檢進行復訊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綜合報導 今天是克里米亞加入俄羅斯聯邦 建滿一週年的日子 俄羅斯國營電視台推出了一部兩個半小時的紀錄片 而最受到外界關注的 是從這個月5號開始就沒有公開亮相 或出現在電視螢幕上的俄羅斯總統菩提 他出現在這部預先錄好的紀錄片當中 接受專訪 根據普廷在這部紀錄片訪談中所說 早在去年5月中旬 克里米亞公投脫離烏克蘭 並加入俄羅斯聯邦之前 俄方早就在2月份準備好要兼併克里米亞 所有的軍事行動都是為了保護當地的俄語族群 不受烏克蘭人的欺壓 也都是由他親自下令 這與原本俄羅斯官方說法 強調兼併克里米亞是回應當地民眾的要求 有相當大的差別 普廷也在紀錄片專訪中重申 2014年的烏克蘭革命是歐美幕後策動親西方的所謂法西斯分子 製造動亂而來 普廷特別點名美國波蘭和立陶宛協助烏克蘭的親西方陣營發起武裝政變 這與國際媒體所呈現的畫面 顯示親俄陣營強力鎮壓激起民怨 又是天壤之別 俄羅斯民間分析家認為 去年此時的烏克蘭局勢發展 完全出乎普廷意料之外 因此才會決定以武力介入 烏克蘭革命以來 俄方一面指控歐美企圖瓦解俄羅斯勢力 一面加強傳統武力與核武軍備 包括增加長城轟炸機的戰略巡弋 最新的專訪中 普廷特別強調不惜提高戰略核武的戰備等級 這一連串的行動都有脈絡可循 記者徐家仁報導 強烈熱帶氣旋帕姆 在重創太平洋島國萬納度之後 今天通過了紐西蘭北島的東部地區 而遭到侵襲的萬納度 目前是百废待舉 首都幾乎全毀 總統含淚向國際求援 帕姆轄著最高時速320公里的強風肆虐過後 萬納度首都薇拉港九層房屋損毀 道路和橋樑被沖垮 港灣裡的船只破損青島 市區裡汽車大排長龍等加油 聯合國人員描述 看起來就像炸彈在城鎮的中心引爆一樣 民眾回到變成廢墟的家園 不知從何收拾起 帕姆登陸時 萬納度總統隆斯戴爾 正率領相關官員 在日本仙台參加聯合國減災會議 對於國內的災情非常心痛 直指這是氣候變遷的嚴重後果 也紅著眼眶 請求國際援助 除不統計 風災造成數十人死亡 但萬納度有六十五個大小島嶼 外島的災情可能更加嚴重 後勤援助補給也更困難 傷亡跟災情恐怕還會繼續增加 包括聯合國 歐盟紐澳都表示將提供人員跟物資相助 災後陷入停擺的首都國際機場 已經重新開放 接受外援物資 紐澳兩國的軍機 都首先降落當地 分送第一批醫藥 衛生設備 飲水跟帳篷 還有醫護跟搜救人員 防止當地因為衛生問題爆發第二波疾病災情 記者是會中報導 香港本土團體連續好幾個禮拜天 在各地的購物中心發起了針對陸客的反水貨運動 昨天親中派團體也走上街頭 反控這些本土團體是報名 而在香港特首梁正義的官邸 禮賓府也有泛民主派的人士到場示威 要求真普選 好幾百個香港民眾15號一早前往百年古籍 同時也是特首官邸的禮賓府外排隊 參加每年三月杜鵑花季例行的賞花開放日 由於泛民主派跟反水貨客的人士已經揚言要去抗議 現場部署了相當警力 人民力量成員譚德志拿出寫著我要真普選的春聯 遭到拒絕入場 有人入場之後撐開黃色雨傘 穿上抗爭T恤隨即被警方制止 爆發零星口角衝突 同一天在香港中環 清中的多個建制派團體 則發起一場反對歧視路客 反暴力 反港獨的遊行 他們反對熱血公民等香港的本土團體 連續五個週末都以反水貨之名 到處施暴騷擾路客撕裂中港關係 反水貨客行動越來越激進 造成衝突與社會不安 不過追究源頭 陸客在一千多型制度下 得以無限次數進入香港掃貨跑單幫 造成擁擠並且瓜分資源才是禍首 中國港澳辦以及香港特區政府 已經著手朝有線型的方向改革 記者是會中報導 恐怖組織 伊斯蘭國殘忍殺害各國人質的暴行 早就已經引起了社會國際社會的不滿 現在又傳出呢 伊斯蘭國開始動用了生化武器 攻擊庫德族的戰士 激烈槍聲不停在伊拉克跟須利亞邊境響起 庫德族支持跟遜尼派激進組織 伊斯蘭國IS的戰士 現在竟然傳出 IS使用有毒化學武器 濾氣彈進行攻擊 因此我們要求救護武器 我們要求救護國民衛兵 要求救護國民衛兵 要求救護國民衛兵 讓我們要求救護國民衛兵 以於利益氣吸入人體之後 會讓人產生暈眩 吐吐呼吸困難 嚴重時還會休克死亡 早在1997年的話武公約被禁用 為了遏止IS 伊拉克的部隊打算先行搶回 被IS佔據的北部城市提克里特 令國伊朗的革命防衛隊也加入了協助 只是從世界各國持續加入IS的青年人數 依舊不斷增加 土耳其15號就逮捕了三名打算加入的英國青年 另一方面向來不主張在中東地區動用武力的叫停 態度也出現了180度的大轉變 教廷諸聯合國大使托馬西主教 15號接受美國天主教網站訪問時指出 伊斯蘭國民兵對少數民族 以及基督徒所進行的種族滅絕暴行 必須加以遏制 贊成動用軍事行動對抗伊斯蘭國 記者陳時通報道 去年一整年的日本各大企業的業績 都有不小的成長 所以呢在今年的勞資雙方底性談判的時候 勞工也開始要開口加薪了 以汽車為名全球的豐田集團 答應會幫員工 月薪加4000日圓 還大方給了6.8個月的年終獎金 創下13年來最高的調薪幅度 辛苦工作一整年 日本員工們最期待的就是 每年春豆跟資方要求的增加底薪 今年每家企業的員工工會提出的要求都不低 以汽車產業獨佔風騷的豐田集團 率先允諾會替員工加月薪4000日圓 原本這次春豆豐田員工要求加月薪6000日圓 增加台幣3000元 而另外在年終部分 也連是第五年不打折 依照員工的要求給滿6.8個月 約每個人246萬日幣 將近65萬台幣的年終獎金 就連臨時約聘工一個月也能增加6000日圓 薪水創下過去13年來 調幅的最高紀錄 這股嘉興風潮 目前影響其他6家大型電器企業 也跟員工達成協議 每月增加3000日圓底薪 不過這樣增加月薪 除了日本中小企業 是否會跟進 讓整體國民所得增加 還有待觀察之外 媒體也指出 這顯示日本景氣要翻身 還是得先塞滿消費者的荷包 才能增加消費力 促進景氣好循環 記者陳時通報導 今年的全球教師獎的頒獎典禮 在杜拜取行 來自美國緬英州的資深教師 南希艾特威爾 獲得了評審的青睞 獲得了100萬美元的獎金 不過他說 要把錢全部捐給學校 宣布得獎人的那一刻 南希艾特威爾接受舞台上 其他進入決選的候選人 擁抱道賀 南希艾特威爾服務於 美國緬英州 一所非營利機構辦的教學中心 負責這群八年級孩子們的 英文寫作與閱讀 他在想阻止你的 敬喻的表現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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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評審委員會的資料 南希艾特威爾使用創新的教學方法 讓他的學生平均每年可以讀20篇文章 和40本書 是美國平均值得5到6倍 並且積極的推廣創新教學法 讓更多的老師和學生可以受惠 至於這100萬美元 超過新台幣3100萬的獎金 南希艾特威爾表示 他打算全數捐給他所服務的教學中心 除了改善校舍並增購書籍 還可以資助更多的教學輔助計劃 記者徐佳仁報導 好 繼續鏡頭回到國內 我們要來看的是每一年10月到隔年的3月 來自中國大陸的垃圾 隨著季風還有陽流飄到了金門 平均的垃圾量有500公噸之多 雖然金門縣政府斥資了400萬元 購買了沙灘自走車來清垃圾 還有金門的國家公園 每一年還花費了500萬的淨灘費 不過垃圾是今天清完了 明天又飄來了 永遠沒有清完的一天 所以現在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兩岸 中央層級的協商中 這個就是點滴罐 這個也是他們的藥罐子 就是他們的醫療用品 因為中國圍林 對岸的河川垃圾 隨著沿岸5公里的潮流 漂流到金門 散布在整片潮間帶及海堤 幾乎每天都要來 你今天來弄一弄 明天潮水一丈 又一大堆了 每天都這樣子 從中國漂來金門的垃圾 估計一年平均有500公噸 但是可以資源回收的頂多只有7% 其餘九成多的一般垃圾 因為金門沒有焚化爐 只要暫時堆放要送回台灣 花了多少錢去處理這樣 中國來的垃圾 一年大概都是500萬 五六百萬左右 垃圾明明是從中國來的 卻要由台灣人付錢清除 而且垃圾沒有清完的一天 金門地方政府持續和對岸協調 但效果有限 就是因為兩岸的中央政府沒有協議 地方政府沒有被授權 四區域合作都是地方政府來主導 地方政府是主要的利益代表 他們才有那個積極性 中國的源頭沒管制 海漂垃圾問題沒有解決的一天 長遠之際如學者所言 兩岸中央應該進出簽署環保協議 授權地方合作稽查 金門海灘才有清淨的一天 記者前志偉葉振中採訪報導 台灣燈匯會讓民眾 搭火車能夠快速的通關 從豐源到圓林各站都設有悠遊卡的感應器 讓民眾能夠使用悠遊卡 方便的進出車站 不過就在昨天燈匯閉目 那時候台鐵立刻就拆除了感應器 讓民眾覺得很失望 不過台鐵說 六月底呢 就會完成中國地區的電子票證系統的建置了 到時候民眾還是可以使用悠遊卡 2015年台灣燈匯15日閉幕 大型機具紛紛進駐要將現場復原 而台鐵在這次燈匯中擔任了非常重要的接駁角色 還讓民眾可以使用悠遊卡快速進出站 不需要再排隊買票 但燈匯一結束 台鐵馬上拆除悠遊卡感應器 讓民眾抱怨很不方便 民眾認為台鐵的悠遊卡感應設備 北部和南部早已經實施一段時間 好不容易等到中部也能使用 沒想到只是短暫性的 台鐵解釋 這本來就是在燈匯期間 為了快速疏導人潮的辯明措施 而這些感應機具是向高雄宜蘭借掉來的 台鐵表示今年六月底苗栗以南 雲林林內以北的各站 就能完成電子票證系統的建置 到時候民眾就能使用悠遊卡 搭乘區間車從北搭到南 記者邱紫培賴思捷 台風報導 新北市淡海輕軌去年底正式的動工 新北市政府還特別舉行了車型票選活動 有三萬人參加投票 繼續就來看看獲得最高票的車型 流線型車身充滿速度感 再搭配時尚色調 這就是由將近三萬民眾票選出來 為了要行駛在新北市淡水地區的 淡海輕軌車型 事實上的這個部分 一共是有百分之三十七點四八 大概我們就會採用這樣一個行務者 這樣一個車型來做一個設計 為了讓民眾更有勢政參與感 新北市舉行淡海輕軌的車型票選 而事實上淡海輕軌的第一期工程建設 已經從2014年底就開始進行 而且是首度由台灣團隊來包辦整個系統製造 未來包含平面和高架橋 總共會有14個車站和一座機場 預計在年底之前的話 它原型車會製作完成 後續這個車子後續的組裝 因為整個採購是15列車 後續組裝整個生產會在台灣來製造 那也是第一次這個國內生產輕軌系統 第一期工程建設經費耗資115億 預定107年完成 跑完行政程序之後就會通車 渴望可以帶動當地產業發展 並緩解淡水長期以來的交通擁捨之苦 謝謝長營成長文台報導 合一合二場的廚房空間即將爆滿 經濟部計劃今年發包招標 把這些使用過的核燃料 送出國再進行處理 預算超過了112億元 不過今天立法院進行審查 立委痛批這個上百億的招標案 台電草草公告 不但沒有找專家學者召開公聽會 還沒有依法送立法院被查 他們痛批經濟部跟台電 為審先河根本是藐視國會 提案通過要求喊提 我們要求經濟部取消這樣子的一個公告 因為我們今年的預算只有16.95億 核廢料送出國再處理得花上百億 立委質疑錢從哪裡來 明明今年紙編16.95億 經濟部卻有錢砸百億來招標 原來準備動用核後端基金 但立委說這基金尚未法治化恐怕動不得 而且招標案沒有依國家預算法程序走 根本是未審先河 核後端基金在立法院的審查 二三讀都還沒有經過 那你這個已經要開始進行招標了 有沒有違反我們的預算程序 後面還有很長的事情要做 所以當初因為這個時間要很長 所以我們報行政院同意來先進行這個採購作業 立委痛批經濟部提案招標屬於新興計畫 核燃料再處理不是經常性開銷 沒經立院被查以違反預算法第54條 我們新興的一個租本租出跟新增的一個計畫 都必須照我們本年度預算完成審議 審程序後才能夠動用 我們現在的做法就是留住我們的一個選項 那麼按照它的時間去進行 過程當中我們一定要嚴格的遵守安全的規範 藍綠立委很不滿 認為百億招標案是法性不足 未審先公告根本是藐視國會 上午經委會通過臨時提案 要求台電暫停公告 在預算未經立院審核前 不得辦理招標形同策案 經濟部對此表示遺憾 低調說不會放棄招標計畫 將在近期和台電高層討論 修正招標案再與立委協商 希望趕在這個會期通過 記者黃立委張國良 台北報導 義美總經理高志明日前受邀參加外交部的國宴 卻發生獨坐一桌 外交部人員沒有人招呼他 引發了外界討論 事後還傳出當天其實CAS董事長楊世佩 有跟他同桌 他並不是一人一桌的 今天高志明首度現身 他說外交部已經派人向他道歉了 而對於引發討論他感到遺憾 他說下次不去國宴了 外交部上週是舉辦駐華使節新春聯環晚會 卻發生義美食品總經理高志明獨坐一桌 外交部人員無人搭理他 讓他整晚備受冷落的事件 事後他投出媒體認為外交部不用心 事件引發討論 高志明本人16號上午出席北市府的食品安全會議 他表示當天外交部沒有人指引他 他才會走錯桌 對於事件引發爭議 他感到遺憾 恰是會選擇不出席國宴 我想如果我這樣出席會造成 這個很多單位或人的這個困擾的話 我想是我是選擇不再出席 此事也成為16號立法案外交委員會的質詢焦點 外交部長林詠樂一到委員會 面對媒體詢問 馬上表達對高志明的歉意 立委持續追問此事 林詠樂也只能頻頻表達歉意 由於事件已經延燒多日 林詠樂再次強調 已經向高志明道歉好多次 不曉得還要怎麼道歉 但是強調會做檢討 希望能平息爭議 記者陳嘉欣 張子佳 賴淑敏 陳姓榮 台北報導 明年立委選舉第三勢力冒出頭 籌組社會民主黨的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 今天宣布要在台北市大安區參選 不過可能會跟代表時代力量黨的歌手 Freddy變成了同一選區 出現了強碰的情形 所以Freddy今天下午宣布 他要退出大安區參選 全力的支持范雲 不過他也強調不會退出立委選舉 台大社會系教授范雲籌組社會民主黨 目標2016立委選舉 他自己也身先士足 決定在台北市大安區參選 范雲批評國會已經成為社會各種問題的來源 他希望能夠進入國會保護弱勢 改變政治環境 我會組織一個跨黨派的壽星階級的一個聯盟 我們會推動改革 包括主要是包括歲制的改革 還有包括推動勞動權的相關的改革 還有公費選舉的改革 因為目前的選舉幾乎被金權所掌握 不過另一個新成立的第三勢力政黨 時代力量黨之前就宣布要派出歌手 Freddy林長佐參選大安區 如此一來第三勢力強碰 勢必會削弱戰力 因此Freddy下午宣布 要退出大安區參選 改權力支持范雲 但也強調他不會退出立委選舉 既然兩個黨都是小黨資源都有限 真的也不用搞什麼 這個民調辯論 這個有一點 那尤其最重要的是 雙方的理念都這麼相近 就決定把這個大安區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 我就決定退出大安區的這個參選 拿全力來支持范雲老師 至於要改參選哪一個選區 Freddy請大家給他幾天的時間 讓他思考下一步 面對Freddy的退讓 范雲表示他很驚訝 但也很感謝 感謝Freddy認同社民黨的理念 另外社會民主黨 除了由范雲打先鋒 也預定25號和29號 公佈兩波立委提名名單 記者中文神 吳家寶劉翰林 台北報導 雲林台西的沿海養殖專業區 今天在一場大雨之後 出現了落成 許多餘溫被黑色的懸浮物 物蓋住 水面布滿了黑色的污漬 造成了許多餘脂死亡 目前環保局正在追查 污染物的來源 漁溫裡已經有許多漁汁翻渡死亡 因為上午的一場大雨 漁裡沿海養殖專區 卻有許多漁溫都被黑色的污染物覆蓋 養殖物乾淨打到污染物 避免損失再擴大 看下去怎麼所情我沒看到 我想說我穿的水怎麼不穿不去翻蝦 我當作不是 想說不去穿下去 當作只有怎麼不穿不去煮 就開了水翻蝦 在這裡跟阿波 他待會用來 用大農植 沉澱下去 他就變成煮熟 他就想說 你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們什麼毒素我們不知道 那地養殖物表示 台西養殖專區擔有1400公頃 但這次受到影響的面積還在統計 養殖物指引這些污染物 是臨近6000工業區所造成 對此雲林縣環保局表示 將查詐污染物來源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第一件事 我們就是先進行那個範圍的確認 那第二件我們就進行採樣 採樣之後 要確認物種 那確認物種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比對 比對是 一些六青的煙囪所造成的 或者是有其他因素 面對養殖戶指控 賣了台塑六青也派員進行採樣 說明會查證這些污染物 是否為產區所造成 但化驗的結果 最快要三星期才能出爐 要是真的為六青所為 絕對不會逃避責任 到此會引以後續的處理方式 記者王雄雲林報導 另外高雄市環保局 在上個禮拜五晚間 查獲了鳳山工業區旁的地下皮革廠 偷牌沒有經過處理的飛水明顯違法 業者被當場勒令停工 將面臨最高兩千萬元的罰款 上個星期剛好遇到十三號黑色星期五 藏身在鳳山工業區旁一家地下皮革工廠 正利用假日前的深夜偷牌廢水 沒想到就被高雄市環保局抓個正著 十四號早上 稽查人員找到業者 當場依法告發勒令停工 因為我們的水不是很大量 那你怎麼撈下去啊 沒有 因為它褲子褲子褲子 算是說有一點 算是沒有那裡的地方 我們就在那裡 根據高雄市環保局的追查 這家星期有限公司沒有工廠登記證 用埋設案管排放製成廢水 已經明顯違反水污染防治法規定 而且經檢驗後 水質中的化學需氧量 懸浮護體和重金屬芯 都不符合放流水標準 最高可儲兩千萬元 它的這個水質根本都沒有做出 做任何的處理 以COD來講 它大概就是超過標準值的39倍 SS的話 它是超過標準值的50倍以上 環保局強調 近兩年內已經在全市八大流域 查獲36家重大污染案件 將從中採取罰緩並勒令停工 尤其是晚間跟假日更會加強稽查 希望業者不要以身釋放 記者李慧宜 陳顯坤 高雄報導 為了洽談2017世大運的合作事宜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拜訪了新竹縣市政府 柯文哲表示希望各場館 能夠在明年11月中旬完成整線 而新竹縣跟新竹市都表示能夠全力配合 也希望藉由世大運帶動地方發展 台北市長柯文哲下午回到他的家鄉 新竹 拜訪新竹縣以及新竹市政府 洽談2017世大運合作事宜 到時候籃球賽將在新竹縣市舉辦 足球和水球將在新竹縣來舉行 柯文哲表示場地承受費用 新竹縣的兩億八千九百五十多萬 以及新竹市的兩千七百五十萬 將由台北市和體育署各負擔一半 柯文哲強調未來將用全台灣的力量 共同辦好2017世大運 新竹縣市兩位首長都表達高度配合的意願 也希望藉此帶動地方發展 有些國際的賽事在我們新竹地區 讓我們新竹地區的我們的好朋友相親 都能夠尤其是科技科學界的很多好朋友 都能夠不要在台北 甚至也不要在其他國家去看到NBA 以及其他國際的賽事 這個絕對能夠提升城市的能見度 那尤其是台北市 要帶著這樣子的一個資源來到新竹市 新竹市政府當然是非常非常的歡迎 柯文哲強調各個競賽場館 一定要合乎國際賽事標準 並在2016年11月15號前 完成各項整修建設 好來迎接世大運的到來 記者張雄 吳嘉寶SNG小組新竹報導 曾在台灣引發熱潮的羊駝 現在不斷傳出有疑似遭到虐待的情況 彰化一家餐廳的羊駝瘦 瘦到只剩下皮包裹 而台中新社有一家咖啡廳的員工 還拿冰塊多小羊駝 羊駝的身上相當骯髒 有些已經瘦到皮包裹 看起來病厭厭 這裡是彰化園林的一家莊園餐廳 原本引進是想要吸引客人上門 但現在卻被質疑虐待動物 業者大聲喊冤 有民眾說他比較瘦 那我們看的情況之下 因為跟著跟我們人一樣 有的比較胖 有的比較瘦 可是他的精神狀態 跟他的那個 進食的一個情況都非常的OK 絕對沒有任何的問題 羊駝三年前被牧場業者引進台灣 當時引發熱潮 但現在退燒後 不斷傳出有羊駝疑似遭受虐的狀況 台中新社一家咖啡廳也被民眾檢舉 員工竟然拿冰塊 丟才出生兩個月的小羊駝 台中市動保處也立即前往稽查 小羊駝大概兩個月大而已 可能比較頑皮 他可能會咬一些桌子 會咬一些 然後店家可能隨手就拿個東西 想要制止他或怎麼樣 這個動作來講的話 當然對我們的動保法來講的話 這個已經就是已經違反到動保法 騷擾的這一部分 而之前裝設電網 將生病羊駝隔離的天馬牧場 動保處也不定期前往稽查 從去年底至今已經稽查48次 開出14張勸導單 動保處強調 若虐待動物 依動物保護法最高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與100萬元髮金 記者 邱子培賴思潔 彰化台中綜合報導 另外呢 過近雲林林內鄉的紫斑碟 今年呢碰到了乾旱 紫斑碟呢 為了尋找水源 先遣部隊已經提前報導 保育志工拿著補碟網 要將抓到的紫斑碟一一做好標記 雖然今天的天氣陰天 紫斑碟出現的數量不多 但紫斑碟協會人員也都在現場守候 再過幾天以後可能就天氣會變好了 那變好的時候可能紫斑碟就大量通過 那我們也希望說來這邊賞碟的人 就是你可以注意一下天氣 天氣很好的時候碟可能就會出現 每年清明節前後 每天都有大量的紫斑碟過近雲林縣林內鄉出口地區 因為這個地方是紫斑碟的北返中繼站 但今年因為乾旱缺水 紫斑碟的北返時間提早 紫斑碟先前部隊已經報導 蠻漂亮的 這些紫斑這些教課 已經鄉長 拿來這邊已經有杯過了 一分鐘有差不多二三十隻會流 南部的部分就有大旱 就主要缺水 所以在今年的我們發現 在我們茂林的碟谷 差不多二月初 就陸陸續續 蝴蝶就已經北返往 我們這個北部這個方向來遷移 茂林國家公頃區表示 因為缺水可能讓紫斑碟為了尋找水源 或命員植物提早北返 林內鄉公所就說 雖然這幾天天氣不好 但等到天氣泛晴 可能就會出現大量的紫斑碟 目前高工局也已經設好防護網 只要紫斑碟過近數量一多 國道就會封一線道讓紫斑碟來飛越 記者雲林報導 學生在校行為不佳 處罰不見得會有好的效果 而在台中有一位老師 他發現學生上課不專心 手還拿著魔術方塊 不過這位老師處罰的方式很特別 竟然意外發現 這名學生有破解魔術方塊的專長 這名台東縣成功傷水二年級的學生 手拿著魔術方塊 聚精會神的兩手轉動 在一分半的時間 就把這個標準型 魔術方塊拼了起來 比他上課還專心 但這是老師給他的處罰 因為他上課不專心 老師罰他 當學校紀錄片中的被紀錄對象 在我的英文課的時候 手裡捏的一個魔術方塊 他並沒有玩 但是捏在手上 眼神透露出高度的興趣 沒想到老師意外地發現了 這名學生會破解魔術方塊的公式 雖然解開的速度沒有世界級的水準 但已經是全校最快的 不過這名學生的學業表現 並不是很好 可是有這項技能 同學都很佩服他 反而增加了他的自信心 碰到困難也沒有問老師 沒有 那就自己解 對啊 老師們就把說 以前你如果犯錯 可能你要受處分要記過 我們把這個變成一個給他輔導 正向的加分的輔導 學校老師做出這樣的處罰方式 不但學生能夠接受 而且還發現了學生的長處 讓他能夠好好發揮 記者張明哲 台東報導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由於受到封面的影響 所以各地的天氣都不太穩定 其中又以中南部地區 澎湖以及花東地區 降雨是比較明顯的 預估這波的封面 將會在明天清晨之後 逐漸地遠離台灣 那封面遠離台灣之後呢 天氣就會逐漸地轉去與穩定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地面天氣圖 從圖中可以看到 封面從日本南方海面一直延伸 到台灣的中部附近 那明天這一股封面 就會逐漸地遠離開來了 所以呢 明天封面移出去之後 台灣附近逐漸轉成比較偏南的風向 因此呢 天氣是逐漸地區域穩定 在氣溫方面呢 各地的氣溫 大概高溫都在27到30度之間 低溫則在18到21度 下雨的區域來講的話 只有在 淫封面的東半部地區 還有山區會有一些零星短暫雨 要注意的就是 明天午後呢 在山區的地方 可能會有一些對流性的陣雨 那未來的天氣在週五之前 大致而言都是屬於比較 去穩定的天氣形態 除了在東半部地區 會有局部的零星短暫雨之外 在山區的地方 在午後也可能會有局部的 短暫雷震雨出現 那在週六週日之後呢 預估會有另外一道的 東北季風影響 所以呢 屆時在淫封面的北部 東北部地區 又會開始轉涼 那天氣來講的話 北部東半部地區 又會轉為比較 濕濕冷冷的天氣 以上氣象資料 是由中央氣象員提供 好 繼續來看 明天各地詳細氣溫 北部地區在基隆市 會下雨的情形 最低溫19度 最高溫28度 中部地區最低溫19度 最高溫30度 南部地區最低溫21度 最高溫30度 東部地區下雨的機會比較高 最低溫20度 最高溫27度 東部地區最高溫28度 東部地區最低溫13度 最高溫28度 以上今天的公視晚見新聞 感謝今晚的收看 我是洪惠竹 祝您晚安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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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